有的地方是忙着果树管护 有的地方则是已经迎来了收获 在广东徐文 35万亩菠萝进入到了封产期 预计会产出80万吨 四月的徐文 温度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 为了赶工 果农们每天早上6点 就要到地里忙着采摘 采摘完的菠萝直接在地里装香 当天就能发货 进入了旺季 早上6点钟就要到工地 然后就是干到下午的4点钟 到5点钟收工 徐文波罗年产值 从2018年的9.8亿元 攀升到2023年的25亿元 连续5年实现封产封收 辐射带动近5万农户 14.6万劳动力增收 今年新上市的徐文波罗 有超54吨 已经率先出口北美市场